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林大哥来帮我看呢 好不好 有没有舒服一点 嗯 啊 林大哥是很有经验的哦 嗯 我把衣服过一会 现在 你按摩师在帮你按摩 现在是按摩脚 怎么样 还觉得还舒服吗 舒不舒服 没有什么表示 表情还好 两个眼睛也很明亮 看一个在做哪里 这个是他的右脚 现在我们把它按得很平整 左边做过吗 那个后面都好了 现在只是拉脚 放软了现在就要拉 我都是先放软了以后 再拉不要说硬硬的就硬拉 他家妈妈应该有排便 今天有排便 应该有 因为做到一半听到声音 然后就味道 太好了 昨天那个小琪师傅来帮他按摩肚子 对 然后他说他的肚子 他摸到那个大便 摸到一节节的 然后他就帮他推 推到那个下股 他说这样的话就比较容易能排便 对 因为他的家我的啦 这样对家妈妈应该会比较有帮助 所以你做的时候 没有对排便的这部分 也是可以 可是我们的会比较刺激 家妈妈现在体虚 要更和缓的手法 但那个也可以啦 就变成说我要准备油 我也会推啦 可是变成说又要多准备很多东西 所以那也不能每天去刺激他 就是说隔一天刺激一个 就是我们交替有没有 所以都是他弄完 我再刺激一下 他就很容易就出来 对 嗨 阿兰 你好 他那个 林师傅说有温到大便的味道 等一下做完的时候麻烦你看一下 好不好 昨天他就说有大便在肚子里面 那你刚刚闻到味道 对 我没有闻到 我鼻子没有你那么灵敏 我是想给他去找那个自然疗法的医生 我是想给他去找那个自然疗法的医生 好 那这个大姐这个就按你都不要去动他 好 至少五分钟 好 等我那边好 你要再运动再运动 好 ok 你要把它紧好 他有时候会抽 有时候会抽 你就是把它挡住 他抽到后面不会再抽 就稳定下来了 好的 那你这时候不要让他松掉就好 好 来我来按着 那先不用管那边 因为那边本来就还没动 你只要直接来按这边就好 好 我来按 来 大概五到十分钟 等他都肌肉都稳定下来知道没有 好 我们再做活动 好 那不用急着做 好 这个可以拿到前面去 嗯 你在按这边的时候 他这边脚好像就有点开始想要起来 不舒服他两只脚会同时出力 哦 就想要一起收回来 嗯哼 所以你那脚如果再放松他 就一想要抽就直接抽回去了 哦 所以我那个顺便让他那个抽不动 所以你就动一下 嗯哼 嗯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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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昨天睡得好不好 嗯 妈妈 昨天有没有睡好 嗯 昨天 我来看我妈妈 嗯 我来看我妈妈 然后有给她 我昨天给她洗嘴巴 嗯哼 嗯哼 用棉花 棉花棒 洗嘴巴 嗯哼 然后洗脸 像这样按摩要有两个人呢 一个人按着 如果一个人也可以等又要不同步骤 他比较麻烦 哦 也是可以啦 哦 对 便说那个让她说就说 然后两边都放完我在一起压 哦 哎 只是说那个 那边便说边放边压边放边压这样子 嗯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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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开始有点痛了 就这一条啊 哦 他都缩很紧 那条是什么精 哦 半剑半磨机 半剑半磨机 半剑 半剑机 跟半磨机 哦 半剑机 跟半磨机 对 这边有两条 嗯哼 没有 然后他缩得很紧 你回去如果有查 就有一个 大腿内吃的半剑半磨 嗯哼 半剑机 还有一个半磨机 对 啊我们一般就直接叫半剑半磨 嗯哼 不是牛肉那个半剑半磨 哈哈 半是哪一个半啊 一半两半啊 哦 它一半是磨 它是肌肉啦 一半是磨 一半是肌肉 一半是肌腱 一半是肌肉 嗯哼 所以叫半剑 嗯哼 一半是腱 啊因为肌都是固定 所以肌就取消 我们就简称叫半剑半磨 嗯哼 一半是磨 一半 它上面是磨 下面是肌 肌肉 那这边是一半是肌腱 一半是肌肉 这样子 所以是半剑半磨 一半是肌肉 一半是磨 一半是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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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叫半剑半磨 半剑肌半磨肌 嗯哼 那我们简称就统生就 因为它两个合在一起 叫半剑半磨肌 所以是一条肌肉 这两条 嗯哼 但是这边两条是相互作用 所以是一条肌是叫半剑肌 半剑肌 一条叫半磨肌 啊 一个是剑的 對 半剑跟半肌肉 然後另外一个是半磨 半肌肉 对 欸我就不懂了 这个半磨 磨是只有磨啊 蛤 那 嗯哼 它上面形成 应该说它下面形成片状 嗯哼 它本来一束 嗯哼 一束然后上去成一个片 嗯哼 所以像磨一样 哦 嗯哼 嗯哼 但是你不能那个 就是这样啊 它只是说上去以后变开了 嗯哼 扇形面拉开 嗯哼 那是不是像成磨一样 嗯哼 所以它要半磨 嗯哼 嗯哼 哦 所以半剑 剑就是 成一束 成一束 就是 成一束的时候 就是半剑 鸡 對 那如果它上去不是一片 而是 不是一束 而是一片 就是半磨鸡 對 因為我看到有些 圖 上面就是 怎麼搞的顏色 比較淺 淺的是鸡鸡 就是鸡鸡 對 那就是 是鸡鸡 就是半剑鸡啦 不是 呃 只有這個地方有半剑鸡 只有這個 只有大腿的地方有半剑鸡 對 那其他地方就是鸡肉 就是某某鸡某鸡這樣 啊 這邊叫古四頭鸡 那最後一端 尾端一點點才是鸡鸡 嗯哼 但是這個半剑鸡它比較 比較 長的鸡鸡 嗯哼 那半磨鸡呢 你說只有在這裡有半剑鸡 半磨鸡 半磨鸡也是 只有這個地方有半磨鸡嗎 對 對 一般我們鸡肉 每一條的命名都不一樣 嗯哼 對 應該要不一樣啊 跟不一樣 怎麼搞的都搞混了 對 名字一定要不一樣嘛 對 但是我看那個圖形 我當時看到這個 顏色不一樣的東西 我就是不太清楚 那你現在講 金購的話應該這樣講 你有買過糖果嗎 因為包裝紙那種糖果 嗯哼 那糖果是外面一個包裝紙 嗯哼 包裝紙是不是最後會捲起來 嗯哼 那我們包裝紙是一個金膜 嗯哼 啊金膜包裝起來的 前面那個包起來以後 不是一把豎起來 對 一把豎起來那個就是雞腱 嗯哼 對 所以這樣你說每一塊雞肉 都應該要有雞腱 有 都有 只是長短不一 所以長的 就叫做 就把它叫成半腱肌 不是 就只有這邊叫半腱肌 它又可能就命名到這邊 它的比較特別 所以叫半腱肌 其實也有很長的 別的地方也有很長的 對 很好命名 它就把它命走了 那這邊因為有個半膜 它就相對性的 就給它取半腱肌 哦 齁 並不是說它的就一定是 只有它剛好一半 嗯哼 只是說因為剛好有個半膜 那人家取名就說 那就乾脆叫半腱肌 嗯哼 因為它這兩個肌肉是併在一起的 嗯哼 那所以別的地方沒有半膜肌 沒有半腱肌 沒有半腱肌 對沒有 你剛才不是大姐姐講過了 它都是 一個地方只有一個名稱嘛 對 別的地方有形成磨的順狀 可是它那邊可能因為剛好在 某個地方我可以叫不同的名稱 嗯哼 就不用特別去 因為這邊已經沒有什麼名稱好叫了 嗯哼 所以我就叫 他們就把它命名說 嗯 我已經不知道怎麼叫它 那就要半膜一個叫半腱肌好了 哦 這樣 有的會依照它的形狀 嗯哼 有的會叫它部位 哦 像胸骨到乳凸 叫 胸骨鎖骨到乳凸 叫胸鎖乳凸肌 嗯哼 這是依照它的附著部位的命 嗯哼 那在臀部的我們就稱為 臀大肌臀中肌 這依照它附著的那個 身體部位 嗯哼 啊一個是連結的骨頭 嗯哼 啊有的用功能 嗯哼 有的用它擠的個頭 嗯哼 所以大家都有不同的命名 嗯哼 啊但是有些真的你命啊 再怎麼樣 有些不知道什麼命啊 他就開始取這些東西了 嗯哼 哦會痛了 對 最快又是什麼肌 就是現在都是半鍵半膜啊 哦都是在 都是在那一塊 那條肌肉上 這一條非常緊 哦 其實它最緊的就是這一條 哦 所以你要把它拉開 好像拉筋 有沒有有時候我們在拉筋 有沒有 你在做一家拉筋 不是會有點痛 嗯哼 它現在就是那一條在痛 嗯哼 對 它現在簡直說 我們邊揉邊把它撐開 邊揉 嗯哼 邊把它撐開 就這樣慢慢撐啊 嗯哼 不然沒辦法 因為它就是那條肌肉在緊啊 嗯哼 嗯哼 你有沒有看這一條 嗯哼 我知道 我知道它那條非常硬 對 它現在有點在拉筋 幾乎變成了一塊 一塊那個板根一樣 對 像一個一板這樣 對 那麼硬 嗯哼 應該說其他人來做的 都是這一塊 它就是這一塊硬掉了 嗯哼 它這一塊沒有放鬆 沒有 但是又不能 因為它太緊密了啊 它可失裂 嗯哼 所以你要邊揉啊 看它可以的 我們再下去一點 再下去一點 那你揉的那個點是在 沒有 內鍋嗎 整條 整條 整條揉 對 應該是 起頭跟結尾是重的 因為它 它們綁到肌肉 那個骨骼那邊去嘛 嗯哼 那是重點 嗯哼 那是中間你要適度的去揉膳 嗯哼 把它搓軟一點 所以它的那個 半肩半磨肌的起點是在 做骨結結 在做骨結結那裡 所以剛剛在揉側彈的時候 就要揉了 因為它現在躺著揉不到了 嗯哼 那另外一個是在這裡 這個地方是 那個 筋骨 筋骨上面 對 就是小腿的 骨頭上面 對 所以我 我昨天又去給人家按摩 嗯 那它有在我的 臀部那個地方 嗯 用手肘去壓 喔很痛很痛 嗯哼 所以 那是臀大肌那邊 那是臀大肌 跟你剛剛說的不一樣 就是臀大肌 我剛剛不是有臀大肌 你剛剛說就是 做骨 做骨 你剛剛 做骨是也在臀部 嗯哼 對 可是它應該剛剛幫你揉的是臀大肌 做骨只有一個點而已 嗯哼 一塊骨頭啦 嗯哼 那個一個點 對 所以你說的位置不是那個位置 噢 臀大肌是一片啊 一條很大片的肌肉啊 對 那應該這樣 我講做骨 就是你 你現在坐著的時候 嗯哼 你摸到屁股下面有一顆硬硬的 兩邊各有一顆硬硬的 那個就是做骨 嗯哼 對 你大概坐下來才會摸得到 嗯哼 你坐下來你會覺得屁股有兩顆硬硬的有沒有 那個是做骨 那是在那個地方的什麼地方你說我們要這個半鍵肌的上端是在坐骨上面嗎 對 它連在坐骨上 嗯 所以要側躺的時候才按得到 趴著側躺都可以按得到 嗯 嗯 所以你是把它嗯 側躺的時候先做 對 因為你坐 你現在躺著 那個洋躺對不對 都壓在底下 嗯 也可以啦 可是那個角度很難吃力了 嗯哼 這邊還摸得到 可是你不好用力去壓它了 對 因為你是這樣子 對 它大概這一點 你手要貼著牆壁 對 然後不好處理了 嗯哼 所以大概在側躺的時候就要先做了 嗯哼 你現在只能摸得到 可是做不到它了 嗯哼 這個黏背可不可以拿走一點 嗯 好我來 讓它這個腳伸縮的空間 好 這個 這個腳 我一弄的時候 這個腳已經起來了 等一下還可以把它拉開 嗯哼 你先把它摸一下 好 那腳比較鬆 那腳還要鋪 已經跑掉了 你看那個腳已經跑掉了 你剛來的時候他們有跟它換過尿膚嗎 這個我不清楚 我來的時候他們只說要幫它餵食 哦 有沒有換我就不清楚 你來的時候才說要餵食啊 對 那跟我跟他們講的不對啊 我說我們九點鐘要來 你第一個就要給它吃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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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阿娟 今天没有第一个给我妈妈吃饭啊 因为我们早上会来做 所以我希望吃饭的 你怎么了 不是 有点不错 我是说 是不是早上 9点的这一次吃饭 可以第一个跟她喂 就是第一个啊 第一个是9点啊 不是啦 还没9点啊 她是提早了 每天都这样子啊 都会提早给她吃啊 我是想说 第一个就喂她 这样的话她来就跟她 大概10分钟啊 就给她吃了 没差多少啦 然后她来做这个就比刚好啊 不能 9点给她 她马上做也不好 对啊 我是说 可不可以更早一点啊 就是早啦 她每天都 第一个就是很早啊 哦 OK 好 好 好 谢谢 嗯 那她刚才来的时候 她说要帮她弄 还是喝她 喝饮料还是什么 我脑不清楚 因为我她只是说 要等一下她 要帮她喂一个东西 嗯哼 因为我早上 嗯 因为那个瓷器啊 因为那个瓷器啊 先把她干掉 先把她干掉 先把她干掉